大家好,我是小易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男子开飞船在宇宙中航行 穿过神级光圈 让飞船超光速航行 不料在飞行中偏离预定航程 遭遇外星之珠金 化身美女未解人类灵魂的故事 裂缝以外 随着人类高科技的发展 若干年之后 人类研制出飞船在宇宙飞行 而我们的船长汤姆 正带着两名船员驾驶蓝鹅号飞船 前往宇宙深处运送货物 他们正在人类建造的调度站进行排队 这个调度站是人类在一个超高 外星文明留下的突破点建立起来 通过神奇的光圈 能让飞船以1000倍光速的速度飞行 这样大大缩短人类在宇宙飞行的时间 只不过在传送过程中 航线会出现偏差 可能让飞船快速到达目的地 同样也能让飞船掉入太空裂缝之中 身为导航员的苏西便修改了指令 并为飞船找到一条穿越星系的捷径 这时大空广播站蓝鹅号允许通过调度站 苏西立刻上传设定路线的语法模式 完整一切程序 三人便躺进缓冲舱中 放一手摇篮曲 缓冲舱冒出液体迅速将全身包裹住 飞船缓缓接触光圈 一道强烈的白光亮起后 飞船进入超光速飞行 不知时间过多久 飞船上不断发出警报 一个圣母豹子的雕像也在飞船里漂泊 这时汤姆醒来看着飞船的一切 他意识到飞船并未打到目的地 等汤姆来到船舱 透过波利卡的飞船进入一个维修站 他随后打开苏西的缓冲舱 想让他查出所在的位置 可就在汤姆正查看宇宙地图时 三民身穿宇航服的工作人员闯入飞船 最让他吃惊的是 身为首的竟是自己救情人格丽塔 格丽塔告诉两人可能是调度站发生了故障 让蓝鹅号偏离了航道来到这里 而他们此时距离地球几万光年的亡羊四驱 醒来的苏西听到后难以置信 他认为自己设置的航道出现偏差 也不会像他如此之大 苏西激动地站起身想要查看航线日志 结果由于长时间在缓冲舱里 航行展示缓冲式病突然阴倒了过去 格丽塔表示只要放进缓冲式中 再睡一觉便无大碍 并且这里的工程师会很快凶好蓝鹅号 虽然飞船拼离航道出现故障 让汤姆沮丧万分 可在这次再见的格丽塔 让他十分惊醒 最后两人来到维修站的酒吧 准备好好放松放松 而格丽塔换了一身性感的衣服 出现在酒吧 他给汤姆介绍窗外的 本心细泡的纤维状结构 并安慰汤姆不必伤心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接着两人便聊起 从前相遇的风韵往事 面对这样的诱惑的汤姆 便不再压抑欲望 两人随即便和他住宿的地方风流了一番 不料格丽塔在放飞自我后 却告诉汤姆实情 他们现在并不在亡羊四驱 而是在更加遥远的文殊站中 这里距离地球整整15万光年 同时他告诉 虽然汤姆几人主观意识 只睡了几个月 但相对于地球而言 早已过去了几百年 得知地球上早已无始人非的汤姆 十分沮丧 可环顾神后 他便询问格丽塔 是如何同样来到这里 格丽塔显示到 如果调退站出现同样的故障 那么谁都可能来到这里 自己也说不清楚 为何能与汤姆在这里相遇 之后 汤姆和格丽塔便再次来到 飞上中唤醒苏西 苏醒过来的苏西 告诉汤姆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 等他看到坐在一旁的格丽塔后 大吃一惊 便问这是谁 汤姆告诉苏西 这是格丽塔 你以前见过她的 苏西恐惧地大喊 这根本不是格丽塔 并激动地冲上去抢夺工具 想要攻击格丽塔 在这个过程中 苏西在格丽塔的脖子上 划了一个口子 格丽塔随即为她注射了一针麻药 让苏西继续昏睡了过去 当晚回到房间的 两人再次放飞自我 汤姆看着睡在一旁的格丽塔 突然发现 她的脖子完好如初 根本看不到伤口 此时她意识到 苏西的话完全正确 眼前的格丽塔 根本不是自己的救星人 女人听闻随即便不再掩饰 承认再次欺骗了她 其实汤姆此时还在容器里休眠 整个空间站所看到的一切 原来汤姆的飞船偏离的余生目的地 来到距离15万光年外的 天鹰座裂缝外 这里的确拥有一个调度站 只不过与你们所知的调度站 有所不同 作为一个善良 并且充满同情的外星生物 她并不想让迷失的灵魂 经受残酷的现实 于是她才会通过人类的记忆 模拟出各种幻境 让人类的灵魂在幻境中得到慰藉 汤姆绝望地把外星事物推到窗前 警告她告诉自己所有的真相 可外星生物认为汤姆并没有做好 接受真相的准备 汤姆愤怒地派打窗前 出现诡异的一幕 在汤姆的强烈要求下 外星生物将一切展现出来 眼前的一切美好随即消失不见 此时又狼又蠢的汤姆变得古兽如柴 她恐惧地看着无数宇宙飞船 掉落在像蜘蛛网一样的废墟中 而她的两名船员早已在缓冲室中 变成干尸 此时她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汤姆转动一看 她再也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 大喊大叫了起来 随即画面一转 汤姆再次从充满液体的缓冲室中醒来 格丽塔也再次从维修站中走了进来 而她告诉汤姆这里是亡凉四驱 只不过这次苏西并没有苏醒过来 同时汤姆并没有感到任何异常 这可能是汤姆在认识到现实后 选择回到虚拟世界 跟格丽塔走过一向的人生 从此短片就到此结束 本篇的剧情可能类似黑格帝国中 人都活在两重空间 一种是残酷的现实 另外一种就是美好的虚幻 如果你是汤姆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生活在虚幻中 与格丽塔生活在一起 同时回到最初穿越的那个圣母豹子的镜头 可能认为外星圣母散发着圣母一般的光辉吧 本篇中类似虫动的光圈并不能瞬间抵达另一个空间 它只在飞船穿过光圈后 让飞船以一千倍的光速快速飞行 至于飞船为何不能准确飞行到目的地 我想可能有三个名 光圈本身由外星人发明建造 而人类却花了几百年 这就会如何使用 第一是调度战的系统出现bug 第二个是人类对调度战AI网络认识不足 第三是调度战的人为结果 而外星生物为何要创作幻境 未见迷失的灵魂 可能外星生物获得物质上的知识感谢人类 毕竟所有的飞船或者运输船上都存放大量的补给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喜欢小语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